にん 好 各位同学 我们要来上这个最后一堂课的部分 不过因为刚才下课的同学那个 有提醒我刚才前面有一段讲错 所以因为有录影 所以我要特别澄清一下 我有说错的部分 就是在那个计算ATP的量的时候呢 我有說是 12 乘以 2.5 再加上 2 乘以 1.5 實際上那個算法裡面的這個計算 我多算了兩個 NADH 所以實際上只有 10 個 NADH 所以 10 個 NADH 乘以 2.5 再加上兩個 FADH2 2 乘以 1.5 這樣才會得到 28 而不會是我剛剛講 12 所以我剛剛在講的過程當中 因為太快了 所以我有點講錯 請大家要稍微自己回算一下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很聰明 回去推算的話一定可以算出來 這個為什麼是 26 個 或者是 28 個 ATP 好 那剩下時間呢 我們就要講這個 photosynthesis 那光合作用呢 當然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 在高中也都學過 基本上有兩個反應 一個是光反應 一個是這個 我們不講它是暗反應 我們講說它是碳反應 主要它是這個 cavern cycle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用這個 這兩個步驟呢 先講這個 light reaction 然後再講這個 cavern cycle 來跟大家介紹說 為什麼光合作用呢 能夠把光的能量呢 轉換成食物 也就是所謂的化學的能量 好 那首先呢 今天介紹一下這個 所謂的這個葉子或是植物 葉肉細胞 或是葉綠素的這個基本的結構 那大部分的這個細胞呢 植物呢 是在這個 mesophyll cell 就是我們所謂的葉肉細胞裡面呢 會有比較多的這個 coroplast 就葉綠體 差不多是30到40個左右 然後呢 它總是要有讓這個氣體 可以進出的地方 因為我們說 我們要形成這個 這個碳水化合物呢 需要水跟二氧化碳 然後它會製造氧氣 所以這些氣體要能夠離開 就是有一個地方叫做 stomata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氣孔 那這個氣孔呢 通常是在這個葉子的背面 然後呢 在這個葉子裡面呢 就有一些結構 這我用圖來跟大家解釋比較容易 就是在葉子的背面呢 有這些所謂的 stomata stomata呢 是屬於氣孔的部分 在葉子的這個 葉肉細胞裡面呢 有很多這種囊狀的結構 我們稱為silicoid silicoid是葉綠柄 那這些葉綠柄裡面呢 也是呢 有這些葉綠素的存在 那這些葉綠素呢 最後呢 會在我們待會講到的這個 光反應當中呢 進行這個合成作用呢 將這個能量保存下來 以及製造氧氣 然後在其他的部分呢 基質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些非葉綠柄的部分 因為跟粒線體一樣呢 它也是雙層膜的結構 在這些其他的space裡面呢 會進行這個 所謂的caven cycle 這裡面要注意的就是 這兩個字非常的像啊 就是英文上面來講 這個氣孔呢 叫stomata 然後呢 在這個葉綠體裡面呢 這些結構呢 這個葉綠柄跟 膜之間的這個substrate的地方呢 稱為stoma 這兩個字呢 不要搞混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講說 這個當初呢 我們是怎麼知道說 進行這個光合作用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產生的這個氧氣 當中的這個氧呢 是來自於這個CO2還是來自於水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在上節課呢 講呼吸作用 是從這個二氧化碳跟氧氣呢 可以產生水跟二氧化碳 以及這個能 以及產生這個釋放出來的能量 那當然呢 如果是進行光合作用 都是相反的步驟 就是CO2加水呢 會再加上光的能量的作用呢 可以產生糖類 就是葡萄糖加氧氣再加水 那這個過程呢 就會想要說 那到底呢 我們產生的這個氧當中 所產生的副產物的這個氧 這個氧的氧原子呢 是來自於水還是來自於CO2 所以這是 其實是一開始呢 科學家問了問題 是最早的時候 一般認為是來自於CO2的這個氧的 這個原子呢 是contribute在後面的氧 那後來呢 我們現在當然知道呢 是這個水的這個分子裡面的這個氧原子呢 最後呢 會到我們的產物裡面的這個O2 氧的這個氣體分子 那這個過程呢 就待會要解釋 就是在第一個光反應當中呢 其實很重要一部分呢 就是這個葉綠體呢 它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spread water 要分解水 將水呢 分成 水是由這個氫跟氧所構成的 所以spread water的意思 就是要分解氫跟氧 把水分成氫跟氧 然後最後呢 這個氧的部分呢 就會變成是我們講的這個 它的這個by-product 所謂它的副產物呢 是氧氣 這張圖呢 是很明顯的可以告訴我們說 在整個 這個光合作用當中呢 這個我們最後的氧氣呢 是來自於這個水的這個氧原子 而不是來自於CO2 因為其實在很早的時候呢 就有發現一些實驗呢 發現說有一些細菌呢 它最後的產物呢 它進行這個反應 它不會產生氧 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它還是有CO2 所以如果CO2是產生氧的話 那它不會產生氧 那它的這個氧原子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開始就有人提出了一些可能性 最後呢 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 就是用氧18 就是有放射性的 氧的這個同位素 去做tracing的實驗 就是把放射性同位素呢 放在水裡面 或者是放在二氧化氮裡面 看看最後這個放射性的同位素呢 會落在哪一個實驗會最後的這個氧氣裡面 是有放射性同位素的 所以這個實驗呢 最後就證明了是水裡面的氧原子呢 會變成是我們最後所產生的這個氧氣的氧原子 而不是從CO2的這個氧原子獲得的 好 那我們前面呢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呢 我們講說呼吸作用呢 它是一個redux的反應 就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它一個電子轉移的過程 那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光合作用呢 也是一樣 它也需要有所謂的這個redux的反應 也是所謂的這個電子傳遞的過程 只是它的傳遞過程呢 跟剛才講的呢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剛才講的呢 它是一個釋放能的反應 可是這個反應呢 光合作用呢 是需要吸收能 需要獲得能量 這個能量是來自於太陽能 所以它是一個endogonic的process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這是delta基大於0的反應 所以它需要有外面提供能量 那這個能量呢 就是從太陽來的能量 那這是它的反應式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說 在剛才的過程是從 各位的右手邊呢到左手邊 現在是從左手邊到右手邊 所以就變成CO2呢 它是被還原 然後水呢是被氧化 氧的這個 我們最後的這個副產物 所以基本上呢 它跟剛才講的 上一節課講的內容呢 是一模一樣 只是這個反應是轉過來 但基本上呢 它的這個電子呢 都是有改變的 所以藉由電子的改變呢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於是呢 能量就可以被轉換 所以這個從我們一開始 前面的兩三次課呢 一直到現在呢 基本上是從化學講到生物 也就是從化學的能階的概念 講到說這個能量呢 是如何轉換 怎麼樣的轉換 是可以把它變成ATP使用 怎麼樣轉換呢 是可以把太陽的能量呢 變成是食物儲藏在化學能當中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氧化還原反應 不是只有化學會用到 其實在我們研究生化反應的時候 尤其是能量代謝的時候呢 特別的重要 好 接下來我們就很快的來 幫大家複習 各位在高中所學過的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的兩大步驟 第一步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Light Reaction 光合作用的光的部分 然後合成的部分呢 Synthesis Part就是Calvin Cycle 這個Calvin循環這部分呢 它有不同的目的 好 我們知道說在Photos裡面呢 進行的光反應呢 有幾個很重要的過程 第一個就剛才講分解水 將水分成氫跟氧 然後呢會釋放出氧氣 但更重要的是呢 在這過程中呢 會產生ATP 跟另外一個Electron Transfer 但這裡的植物呢 又跟剛才在呼吸作用的例子不一樣 互含是NA NAD症 這裡是NADP症 但是呢 雖然多了一個P 但是實際上它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 都是電子攜帶者 所以是一個Electron Acceptor 從NADP症接受了一個電子 就是被還原之後呢 可以成NADPH 於是呢 這個電子呢 具有的能量可以保留在這個NADPH裡面呢 可以Carry到下面呢 進行後面的這個Calvin Cycle 所需要的能量 那 ATP 呢 它合成的過程呢 因為它也不是 因為待會我們要講到 它也不是所謂的 subsolation 它也不需要 kinase 所以它是跟剛才一樣呢 是屬於另外一種形式的 phosphorylation 因為剛才是需要消耗氧的 所以因為這個不會消耗氧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它是 acidative phosphorylation 而會說它是 photophosphorylation 所以就是光的這個磷酸化現象 光磷酸化現象是特別指在 液律體當中進行光合作用的 光反應的時候呢 利用這個 ATP 產生 ATP 的這個過程 稱為這個 photophosphorylation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講說 Calvin Cycle 呢 才是真正 真正我們幫我們製造出 葡萄糖固定碳的過用 所以就是稱為 我們又稱為碳反應 或是carbon fixation 它的目的呢 就是可以把我們 大氣中的這些無機的分子CO2呢 轉換成有機的分子 就是像葡萄糖這一類的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這個圖呢 我相信各位高中都已經看過了很多次了 就是光反應的部分呢 就是裂結水最後會產生氧氣 那Calvin Cycle 的部分呢 就是最後會形成這個固碳作用 可以把這個CO2呢 變成是碳水化合物的一個過程 好 我們來看一下簡短的影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影片所講的內容 跟大家說明整個光合作用的一些反應步驟 我們可以用這個動作用來看 我們可以用這個動作用來看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Photosynthesis requires carbon dioxide, which diffuses into the leaf through small pores and then enters the cells. Inside the cell, carbon dioxide diffuses into the chloroplasts, where photosynthesis takes place. Chloroplasts use energy from light to transform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into sugar and oxygen. Zooming into a chloroplast, we see these flattened membranous sacs called thylakoids. Here,light energy is converted to chemical energy in the first phase of photosynthesis, the light reactions. The two green structures you see here are photosystems, large complexes of proteins and chlorophyll that capture light energy. An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connects the two photosystems. notice the small mobile electron carriers that shuttle electrons from one large complex to another. Now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steps of the light reactions. The photosystem on the left absorbs light energy, exciting electrons that enter 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Electrons are replaced with electrons stripped from water, creating oxygen as a byproduct. the energized electrons flow down 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releasing energy that is used to pump hydrogen ions, the blue balls,into the thylakoid. In the photosystem on the right,light energy excites electrons, and this time the electrons are captured by an electron carrier molecule, and ADPH.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hydrogen ions inside the phylakoid powers ATP synthase, producing ATPs. The light reactions in the phylakoid have produced two energy products, ATP and NADPH,that will now power the production of sugar in the Calvin cycle. The Calvin cycle takes place outside the thylakoids in the stroma, the thick fluid of the chloropla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ycle,carbon dioxide molecules combine with molecules called RUBP. The resulting molecules go through a series of reactions powered by ATP and NADPH from the light reactions. Sugar molecules known as G3Ps are produced. Most of the G3Ps are rearranged back into RUBPs that will begin the Calvin cycle again. But the important product of photosynthesis is the remaining G3P sugar. Some G3Ps are used to build glucose,which can combine into starch or cellulose. Still other G3Ps form sucrose. And some of the sugar is broken down by cellular respiration using oxygen in the plant's own mitochondria, generating ATPs that can power other work of the plant. Excess oxygen diffuses out of the leaf through the pores,while more carbon dioxide enters. With three simple ingredients,carbon dioxide,water and light, Plants produce sugar and oxygen by photosynthesis,powering plant metabolism,and ultimately providing your fuel as well. OK,好,剛才的影片就是幫大家複習一下各位在高中課本上所學過的整個Photosynthesis過程裡面的光反應跟碳反應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正式進入到第一個部分就是Line reaction 那這個部分剛才也介紹過最主要就是可以產生利用Solar energy產生ATP跟NADPH 也是另外一種Electron carrier 那在這裡面我們就要稍微回顧一下說為什麼光合作用呢 它可以產生利用這個能量的方式 那我們就要講說那光它是一種能量的形式 光是一種具有這個波動的性質也具有粒子的性質 所以我們在這邊兩個性質都會使用到 我們先講它的這個波動的性質 那我們都知道一個波是可以藉由它的一個特性去量測它的所謂的波長 就是波峰跟波峰之間的距離 那但是我們知道說整個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 包含了許許多多 從這個Gamma rays到這個無線電波都是屬於 可是只有在400nm到700nm的這個範圍之內 我們稱為可見光或所謂的visible line 那通常呢只有在這個範圍之內的光呢 才會對光合作用呢產生反應 也就是光呢是很多波長都會有 但是呢光合作用呢只會用到特定的波長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說這些特定的波長是如何產生的 那最後呢就是當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呢 它是擷取所謂的photon當中 因為光除了有這個波動性質之外呢 它也是用這個框頭的這個特性解釋 就是它是一個photon 就是一個光子 每一個光子呢有固定的能量 根據它的波長來決定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方式來解釋說 當這個光被吸收之後呢 如何將光的能量轉換成是可以進行光反應 製造ATP跟NADPH的這個方式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說可見光的範圍呢 大概是在什麼樣的範圍 從380到750之間 那通常我們講400到700範圍 波長越長的時候呢 它的能量越低 波長越短的時候呢 它的能量越高 我想這基本的物理大家都知道 那接下來就講說 如果真的要進行光反應 那是不是需要有一個吸光的物質 吸光的物質就稱為photo pigment 就所謂的photo synthetic pigment 可以吸光的物質稱為光的色素 那這些色素呢 會根據它吸收的光線的波長不同 而產生不同的特性 那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進行光的作用呢 主要是在這個 葉綠體上面的這些 所謂的color fill 就是葉綠素 那葉綠素呢 本身是一種可以吸收光的 這種特性的一種化合物 這一種物質 那這種物質呢 它可以解釋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說 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葉子是綠色的 原因就是因為呢 這個葉綠素本身呢 它不會吸收 或者是比較不會吸收綠色的光 所以綠色光呢 依了是被反射 要不然就可以穿透 所以大部分的顏色光都被吸掉 或者是被接收之後呢 剩下來的光呢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所以這個葉子是綠色 或者植物是綠色呢 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它不吸收綠色的光 所以呢 它看起來是綠色 如果它吸收綠色光的話 它就不是綠色的 所以這是可以解釋說 它吸收了藍色的光跟紅色的光 所以呢 它反射的綠色的光 所以讓我們看到的這個葉子呢 或葉綠素呢 是屬於綠色的顏色 那通常呢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要量測光呢 通常需要有一個量測光 不同波長的光的強度 這樣的儀器 我們稱為spectrophotometer 稱為分光光度計 各位在未來在大二或大三呢 修生化實驗 然後進到實驗室裡面呢 很多實驗室都有這些儀器 分別是用來測量特定波長的蛋白質 或是特定波長的一些溶液的光 溪光值 如果我們用一個簡單的這個儀器來描述的話呢 如果今天這個葉綠素呢 我們給它照射的綠光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葉綠素是不太吸收綠光 所以呢 光進去之後呢 大部分的光都會出來 所以光所側到的光強度呢 就滿強的 所以在這個meter上面呢 所呈現的反應是比較強的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們用分光光度計呢 產生的是藍光 因為藍光對葉綠素來講呢 它會吸收的光 所以吸完之後呢 它所真正通過的光呢 就變少 於是呢 這個光電管就是 photo-electrical tube呢 所偵測的光呢 就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看到它毒質呢 就比較低 所以藉由這個毒質的高低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今天這個物質呢 色素呢 它是吸哪一種光 所以在葉綠素來講 就是吸收藍光跟紅光 比較是適合的是這個 不會吸收的部分是綠光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出它的 所謂的absorption spectrum 吸收光譜 吸收光譜呢 就是藉由它吸收的光的 不同波長的程度 來畫出來的一個圖 就稱為吸收光譜 那Clorophyll A呢 Clorophyll是葉綠素 Clorophyll有兩種縫 一種是A跟B 它們稍微有點不同 但基本上呢 都是以吸收這個藍色紫色 跟紅色的光為主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要做植物工廠 你要用人工的光呢 去培養你的植栽的話呢 你的光其實只需要有紅色 藍色的光就夠了 不需要提供綠色的光 所以這是我們對於光的特性 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我們在設計一些室內植物的時候 我們知道要提供什麼樣的光源 才是最適合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Action Spectrum 也就是我們在實際在量測的時候呢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什麼樣的光呢 可以產生最大的oxygen 因為光合作用的中產物呢 其中之一呢 是氧氣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說 給什麼樣的光會產生最多的氧氣 這個是我們實際上去量測 所得到的Clorophyll A 跟Clorophyll Clorophyll A呢 是左邊的這個比較深一點的這個 比較偏藍色的這個吸收光譜 Clorophyll B呢 是綠色這個吸收光譜 橘色的部分呢 是kerotenoid 就是胡蘿蔔素的這個吸收光譜 這些不同的吸收光譜呢 基本上多數都集中在短波長跟長波長 綠色的光的區域比較少 這是為什麼這個植物是綠色的 所以它的 以它的製造出或者產生氧氣的這個可能性 或者有效率的程度呢 基本上也是在400到500之間 跟600到700之間呢 是對植物來講光合作用最有效的這個光的波段 但是這個實驗呢 是我們最近測出來 我們近年來測到的結果 可是在這個1883年的時候呢 其實舊人就ingerman他就設計一個實驗 這實驗是非常棒的實驗 在當時還沒有什麼分光光路劑的實驗的時候呢 他就利用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 他的設計是這樣子 就是他養了這個條狀的或絲狀的這個argar 就是綠藻 這個綠藻呢 他會製造氧氣 他會醒光合作用 那他把一些喜歡氧氣的這些bacteria 放在這個條狀的綠藻的表面 然後給予不同的光照 400、500、600、700不同的光 不同的光呢 會對這個綠藻呢 產生不同程度 不同量的這個氧氣 我們知道呢 現在已經知道了 400到500、500到700的這個 600到700這個範圍呢 可以產生比較多的氧氣 那因為氧氣越多的地方呢 越容易吸引這個bacteria 所以他可以根據bacteria 有一些喜好氧的這個bacteria 聚集的程度呢 就可以知道他的這個 所謂的action spectrum 所以這種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設計 但沒有什麼昂貴的儀器的時候呢 你只要知道他的原理 你也經過了一些創意呢 就可以產生一種很好的量測的方式 所以早在分光光度計available之前呢 這個Ingerman呢 他就利用了這樣的實驗設計 告訴我們說 光合作用其實最喜歡的波段呢 其實是在藍光的範圍跟紅光的範圍 而不是綠光的範圍 那當然這邊是文字的介紹呢 我就不跟大家再多說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講 前面講說 除了Clorophyll A呢 是我們待會要討論的光合作用的 主要的Photosynthetic Pigment色素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些輔助性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Pigment 包括Clorophyll B還有Clorophyll 那這些呢 他們的交互作用呢 可以保護這個植物 也可以讓這個光合作用呢 更加的有效率 那我們來看呢 Clorophyll呢 它其實結構呢 還蠻複雜的 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分子所構成的 那上面呢 Clorophyll A跟B呢 只在某一個光能基上面呢 不太一樣 但基本上呢 絕大多數呢 都是一樣 而且它跟其他的這些分子呢 很類似的地方呢 是它有 也有一個 這個Megnesin 就是鎂離子呢 在中間 那它下面呢 是屬於這個Carbon HydroCarbon的Tail 就是屬於比較 脂溶性的這個部分 就是可以跟那個 Sylacode的Membrane 葉玉餅的這個膜呢 做結合的位置 好 那 剛才也講過這個 這個 胡蘿蔔素呢 它還有扮演了一些 photo protection的功能 一些保護的功能 可以吸收過多的一些光線 所以可以防止這個Clorophyll呢 就是葉綠素 葉綠素呢 受到一些影響或是傷害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講說 我們今天這個重點的光反應呢 是接收光的能量 然後經由電子傳遞鏈 氧化還原反應 來產生ATP 跟電子的接受者 NADPH 那這樣 這個之前呢 我們就要講說 那為什麼葉綠素呢 可以產生這個 變成是這個 吸收光的這樣的一個功能呢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講說 一般的這些物質呢 有一些特定的物質呢 接受到光的刺激 比如說以Clorophyll來講呢 它接受到光的刺激之後呢 它會出現一個能階的改變 我們知道呢 這個物質呢 它都有一些不同的電子的軌道 這個在最外層的電子呢 會因為受到光刺激呢 往上呢 從這個ground state 就是在化學上面講的這個基態呢 到這個激發態 就是excited state 到excited state的時候呢 通常它在回降的過程當中呢 通常會釋放出一些能量 所以它能量變少之後呢 它所產生的光呢 回到這個基態的時候呢 會放出光 這光呢就會能量比較低 低一點點 所以它的顏色呢 就變成是 比剛才的激發要稍微長波長 如果你是給藍光激發的話呢 通常是發出綠光或者是紅光 那這種方式呢 是基由給光 給一種顏色的光呢 放出給一種短波長的光 經由這個excited state 回到ground state的過程當中 釋放出長波長光 這個現象我們就稱為 fluorescence 就是所謂的螢光現象 螢光現象是各位在未來會經常聽到的 不管是各位所熟悉的 綠色螢光蛋白 或是一些螢光反應 基本上我們在生物實驗裡面呢 非常 常常常的利用了這樣的反應 去做一些生物的標定 那從Corefield的角度來說 它也是這個 它是一個感光色素 所以當光下來的時候呢 它會造成電子的跳聲 這個電子跳聲呢 跟我們待會兒講到的電子傳遞呢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邊只是 利用這樣的概念呢 順便介紹了在化學上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螢光現象 phorescence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說 真正重要的地方呢 是在整個reaction center裡面呢 有一些呢 這些light harvesting的complex 它可以將光的能量呢 轉換成我們最終所需要的ATP跟NADPH 那它是怎麼做到的呢 就用下面這張圖來解釋 這個是所謂的photo system photo system裡面呢 有兩部分 一部分呢 是中間這個藍色的部分 叫做reaction center complex 它當然是有一個很多個蛋白單元 所構成的蛋白質複合體 然後在旁邊這個紫色的部分呢 叫做light harvesting complex 也是一些複合體 但是裡面呢有葉綠素 那剛剛講說葉綠素呢 是可以負責吸光 所以光呢 刺激到的時候呢 這個電子會跑 所以呢 它能量會轉移 最後轉移到最中間的這個 藍色部分的reaction center裡面呢 有一個特別配對的一個 一對的這個chlorophyll A的 molecule 這個呢 在reaction center最終的這個呢 會接受電 然後它就會跳躍到這個 比較高的這個狀態呢 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上面呢 有所謂的primary electron acceptor 就是接受電子 我們說接受電子呢 是一種還原作用 所以呢 它就會經由這個電子接受成呢 把電子接收 然後呢 透過接下來反應呢 可以利用電子傳遞電 將光的這個能量呢 轉換成是ATP跟NADPH 右邊這個是 它這個結構被解出來之後呢 相當複雜的一個 一個化一個蛋白質的結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 因為時間關係有 就文字部分 我們不就不特別的講 我們只把重要的部分 跟大家說明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講reaction center呢 它裡面有一個primary electron的acceptor 這個acceptor呢 最後呢就是要接受了這個 我們說光反應呢 是要分解水 分解水之後呢 有所謂的氫跟這個電子呢 電子可以被這個 所謂的電子接受者接收 然後呢 再經由電子傳遞電 將能量給釋放出來 那這整個system裡面呢 因為當初發現的順序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我們其實比較早發現的是 Photosynthesis 1 那比較晚發現的是Photosynthesis 2 我們簡稱PS2的system 可是呢 因為PS2呢 是在整個光反應面的前面的步驟 所以我們還是先講PS2 那PS2呢 跟PS1呢 它沒有它的最喜歡的吸收的值 是不太一樣的 PS1呢 是PS2 對不起 是在680Nm 然後待會看到PS1呢 是在700Nm的地方呢 是它的這個reaction center裡面的 Clorophyll A的這個最大的吸收值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用接下來的圖來介紹 兩個重要的electron flow 就是電子傳遞 一個是線性的 這是我們在正常的光合作用當中呢 電子的傳遞呢 是線性傳遞 那我們待會介紹呢 Cyclic的這個 Cyclic的electrotransfer 我們先看這個線性的部分 因為它是主要的passway 那它最重要的產物呢 當然是要產生ADP跟NADPH 好 那這個步驟裡面呢 其實也是相當複雜 各位不用去記那仔細的步驟 但是呢 這個最終的結果呢 它會讓我們產生我們所需要的這些 這個結果 這個ATP跟NADPH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待會要講的這個重點呢 會擺在第一個部分 就是Light reaction的部分 那剛才講這個所謂的線性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現在描述的這個 12345678這整個每個步驟 但是這個步驟裡面呢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在整個光反應當中呢 它有兩個photo system photo system PS2是先的 然後PS1呢 在進行 那所以我們當我們發現說 當這個水呢被分解之後呢 它會 最後呢 水分解之後呢 最後產物是氧氣 但是呢 在分解過程之中呢 它會產生這個電子 這個電子呢 要怎麼被影響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當光刺激到Courfield的時候呢 在這些外圍呢 會電子會傳遞 最後傳遞到這邊之後呢 它會讓這個P680呢 它可以把電子呢 吸收之後呢 將它這個多餘的電子呢 就是吸收的電子呢 送到這個primary acceptor 那這時候呢 這primary acceptor 就可以接受電子 我們說電子的轉移 就是能量的轉移 所以就是把光的能量呢 變成是化學建宗 或者是電子的這個 微能的這個能量 然後再透過呢 一系列的反應 這一系列的反應呢 就像剛才的complex 就在microchondrium 在立腺體裡面的complex 123那些蛋白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要去當作是一個proton pump 把這個氫離子呢 移動到高濃度的地方 作為待會使用ATB的使用 所以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這個是好幾個complex的作用呢 最後可以產生ATB 這是前面的第一個 Photosync就是PS2 但是呢 這裡面還有下一個步驟 叫PS1 PS1呢也是一樣 它也是接受光的刺激 只是這裡呢 它是最大吸收值在700nm 所以我們稱為P700 那它一樣呢 是將電子呢 再往上到另外一個primary acceptor 然後再透過了一連串的反應 這個時候的反應呢 它的作用呢 是可以產生NADPH 所以呢 這NADP的產生呢 是在這個Photosyncis1呢 PS1的反應的這個產物 在Photosyncis2的這個 PS2的反應呢 最主要是產生ATB 好 那這個過程呢 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它在第一個步驟裡面呢 就是裂解水的步驟呢 它會最終呢 會可以產生氧氣 而且呢 它會讓這個P680呢 可以接受這個電子 那這個電子呢 就可以送到 接受這個電子之後呢 可以將電子送到這個primary的acceptor 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它一旦送到這個primary acceptor之後呢 它就屬於在比較高的這個能接的狀態 於是這個電子呢 它可以順著所謂的這個能接的這個梯度呢 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過程呢 就是把能量釋放出來 轉換成 就像剛才在立線體當中呢 轉換成這個ATP的合成 那它也是一樣呢 是利用剛才影片當中 或者是上節課講到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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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作用呢 它是利用這個氫離子的方式呢 來製造ATP 好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這個結果 因為這其實後面的部分呢 是要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它要製造ATP跟NADPH 因為它製造出來的NADPH 就是電子攜帶成呢 跟ATP這個能量呢 最後呢 會給這個Kelvin Cycle使用 讓Kelvin Cycle呢 可以進行最後的這個固碳作用 將CO2呢 轉換成葡萄糖或碳水化合物 好 那我們把剛才這個概念呢 用一個簡單的卡通圖來顯示呢 就可以知道說 能量呢 是來自於光 光本身呢 是一個很好的能量來源 但是這個能量呢 要被我們的生物體給用 尤其是在光合作用呢 要來進行固碳作用 必須要將能量呢 轉換成電子傳遞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下是 當光呢 打擊到這個 這個平衡的這個 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它會將電子呢 往上送 就是把電子呢 經由這個PS2呢 送到這個電子的接受者 然後電子接受者呢 在比較高的能接狀態之後呢 它會往下走而釋放出能量 這個就像是我們剛才前面講 這個 這個turbine 就是它是一個渦輪呢 把它產生轉動呢 ATV synthesis呢 產生 ATP 然後因為它 在光合作用裡面呢 有另外下一個步驟是PS1 所以PS1呢 也是一樣呢 再經由這個光的作用呢 再將能量呢 再送到下一個能量比較高的地方 這個電子接受者 它下一個呢 往下傳遞的過程呢 就不是產生 ATP 而是產生 NADPH 那 NADPH也好 ATP也好 都是能量在生物體內呢 比較能夠使用的方式 所以藉由光反應呢 可以將光的能量轉換成生物體 或者是液律體裡面可以使用的 ATP 跟 NADPH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主要的 在經由這樣的一個序列的反應 所以是一個 linear的反應呢 它可以產生所謂的 ATP跟 NADPH 但是呢 在有些時候呢 它會進行所謂的 cyclic 或 cyclic electron flow 也就是呢 它只會呢 在這個PS1之間的進行 它不會呢 利用到前面的這個PS2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不是呢 單純的進行這個 完整的線性過程 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所以我們就說 它是一個 cyclic的 electro transfer 那因為這個過程呢 不涉及到PS2 因為只有PS2呢 是會裂結水呢 產生氧氣 所以它因為不經過PS2 所以就不會呢 分解水 當然呢 也不會有 oxygen 的產生 那我們來看這個圖呢 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它也不會製造 NADPH 也不會製造氧氣 但是呢 因為它是循環的 所以呢 它在過程中呢 還是會製造 ATP 所以在這個過程就是 它可以產生 ATP 但是呢 不會製造氧氣 也不會製造 NADPH的過程 這個過程呢 就稱為這個 就是PS1的這個參與的過程 我們就稱為是一個 循環性的電子的這個 float 那我們是很想知道說 那這樣的事情呢 對於植物來講呢 到底有什麼好處 或者是說 在哪些生物呢 會產生這個現象 有一些生物呢 像我們前面其實有 稍微在圖上看到 有一些叫做 Purple Sulfid Bacteria 這些所謂的這個流 在這個流化細菌裡面呢 它其實呢 就是只有PS1 但是沒有PS2 所以它基本上呢 也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產生 ATP 所以呢 這個是它的進行這種 這種 cycle 方式 所以它就不會產生氧氣 所以並不是所有進行 光合作用的生物 都一定會產生氧氣 如果是這種 Purple Sulfid Bacteria的話呢 它還是可以產生這個固碳作用 但是呢 它是不會產生氧氣的 所以這是利用的這個 以電子傳遞鏈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電子傳遞鏈呢 這種 cycle 方式呢 在過去研究呢 也被認為說 它可以防止細胞呢 遭受傷害 所以它有一些保護的效果 protection 的效果 好 接著呢 就是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我們在上個節課呢 講到的是 就是在Mitochondria 在立腺體裡面的這個 Kemo Osmosis 化學滲透作用 可以產生 ATP 那我們剛才又看到了 在光反應 光合作用的光反應當中呢 也是產生所謂的 Kemo Osmosis 產生 ATP 但它到底有哪些 相同跟相異之處呢 我們接下來 用這張圖來跟大家解釋 這樣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會考的意思 雖然我不會考 大家把它畫出來 但是呢 你一定要能夠知道說 在光合作用 跟在呼吸作用當中呢 有哪些相同跟相異的地方 因為這是一個 我們看到呢 要產生能量的方式 只是說 在過去呢 在上一節課 我們介紹到 Mitochondria的時候呢 我們說那個能量 是來自於化學 件當中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所以從葡萄糖分解成 變成CO度過程之中的這個能量 是藉由這種方式產生 ATP 那光合作用呢 光合作用呢 其實是要能量轉換成 變成是可以進行這個碳的固定 可是在光反應過程中 也是要產生 ATP 所以這兩件事情呢 雖然感覺起來 它的反應是相反的 但是在過程當中呢 都需要製造 ATP 那它製造方式呢 非常非常相似 就是利用剛才我們介紹過的 電子傳遞鏈 電子傳遞鏈的這個過程呢 會將氫離子往這個另外一個方向送 如果是複習一下 如果我們是買了chondria的話呢 是從matrix的地方呢 送到intermembrane space 所以在intermembrane space的地方 會有比較高的氫離子 那透過了電子傳遞的方式呢 就像是我剛剛講 每一個complex的功用呢 就是將這個電子傳遞 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呢 轉換成像是proton pump呢 把氫離子呢送到高濃度的地方 在這裡呢 是送到intermembrane space 如果是在液體當中呢 就是由這個Stroma 基質的地方呢 送進這個sidacoid space當中 不管是sidacoid space 或者是intermembrane space 基本上呢 都有非常高的這個氫離子濃度 所以當氫離子濃度呢 順著它的濃度梯度呢 回到了Stroma 或者是在立線體當中 回到matrix的過程 它就可以轉動這個turbine 轉動這個渦輪 轉動渦輪呢 就可以產生ATP 那這個過程呢 因為不需要kinase 所以就像是剛才前面講 這個地方呢 叫做acidative phosphorylation 就是氧化磷酸化 那這裡呢 因為是光合作用 所以我們就說它是光磷酸化 photo phosphorylation 所以藉由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將ATP呢 轉換 ADP呢轉換成ATP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 在不管是光合作用的光反應 或者是在立線體當中的呼吸作用 它們產生ATP的方式呢 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因為呢 它是利用ATP synthesis 這個 synthesis呢 不管是在立線體當中 還是在葉體當中呢 它的結構跟它的功能呢 都是非常非常相似 所以它有它相似之處 當然也有一些相異之處 這個是各位呢 在比較這兩張的時候呢 特別需要注意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講完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就簡單 因為接下來就是講Calvin Cycle 因為Calvin Cycle就是 就是Tech Advantage 就是把這些呢 光反應呢 所產生出來的能量 ATP或者是NADPH呢 轉換成它可以進行固碳作用 所需要的這些能量 那我們剛才講這個呢 如果你在從比較整體的 這個Cyrocoid的Member 這個Member上面去思考 你就會發現說 剛才講說 它需要有利用電子傳遞呢 去把離子呢 把這個氫離子呢 往高濃度的地方送 那基本上呢 就是這些Compress 這個叫做Cytochrome Compress 這個Cytochrome Compress呢 跟我們在上節課講到的 在Mitochondria裡面的 什麼Compress 1 Compress 2 Compress 3呢 作用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Proton Pump呢 將氫離子呢 往高濃的地方送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產生ATP 不管是這裡的ATP 或是這裡的NADPH呢 它都是最後呢 會進入在Stromer的地方呢 進行Calvin Cycle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這個 Calvin Cycle呢 是如何利用這一屆 它們所產生的光反應的能量呢 來製造 來利用這個 氣體當中的CO2呢 轉換成真正有用的這些 有機化合物 就是碳水化用Sugar 或者是Glucose 好 那剛才在影片當中呢 各位也聽到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呢 就是G3P 就是呢 最後呢 它會產生的Sugar呢 剛開始的時候呢 比不是六碳的糖 它剛開始的是三碳糖 所以呢 它有這個Phosphate在上面 所以是G3P 它是一個三碳的糖 那當然呢 這個植物細胞裡面呢 會將三碳糖轉換成 六碳的這個Glucose 有一些甚至會轉成Sucose 就是像有些植物會製造蔗糖 那這個轉換成糖的形式是不一樣的 這是合成反應 另外呢 就是它要製造三個 一個G3P呢 當然要固定三個CO2 所以它的這個 利用三個碳 三個CO2的分子呢 可以產生一個三碳的這個糖 是G3P 那在過程當中呢 它需要有 每一個步驟呢 都需要有效素去催化 其中第一個步驟呢 也是最關鍵的Enzyme 叫做Lubisco Lubisco呢 就是在這個地球上呢 最豐富的一個Enzyme 因為所有的植物裡面呢 要進行呼吸 要進行這個光合作用 要進行固碳作用 都需要它 所以呢 它是在整個Kelvin Cycle裡面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Enzyme 叫Lubisco 那經過了Reduction之後呢 最後呢 它會產生回到一個 原本的這個Cycle 可以進行下一次的狀態 稱為RUBP 它是一個CO2的Acceptor 我們剛剛有看到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講一下 這個Kelvin Cycle呢 如何利用光反應所製造出來的 ATP跟NADPH呢 可以將CO2呢 固定變成是Sugar 這個步驟呢 當然是相當的繁複 一樣呢 跟剛才前面講到C3S Cycle一樣 你不用去背每一個產物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呢 在這過程當中呢 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是這個固碳的這個步驟 就是利用我剛剛講的 最重要這個NZ 叫Rubisco 經由這個Rubisco的作用呢 可以把它變成是 把它這個碳固定下來 也就是變成是 這個有機 從這個無機碳 變成是有機碳 那這過程當中呢 當然需要消耗ATP 這ATP是剛才從前面來的 所以這邊呢 需要消耗六個ATP 然後呢 在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要Reduction 就是要這個把它從這個 這個有三個碳 有這些不同的碳數的這個結構呢 把它轉換成真正最後可以變成是 合成葡萄糖的這個基本的構成物質 叫G3P 這過程呢 也需要消耗能量 所以呢 是需要消耗六個NADPH 然後之後呢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要回到它初始的狀態 可以進行下一個cycle 叫做RUPP 從G3P呢 變成RUPP 又要再消耗ATP 這需要消耗三個ATP 所以它需要消耗九個ATP 六個NADPH呢 才能完成這個cycle 所以這些能量的來源呢 都是從光來的 光就是從剛才前面的光反應來的 反應這樣子 好 那 我看一下喔 時間的關係呢 我講一下下好了 就是耽誤大家五分鐘時間 我把第十一之四就是 在不同的狀況的情況之下 稍微講一下 如果沒有講完 我們就下禮拜再講 其實這個在高中的時候呢 各位都有學過 就是 我們知道說 很多植物呢 在乾燥的環境的時候呢 它會把氣孔 就是SOMATA關閉 在白天的時候 或者是乾燥的時候呢 避免水分喪失 可是 我們都知道呢 要進行光合作用 必須要有CO2 所以你氣孔關閉呢 當然是可以防止水分喪失 但是呢 CO2呢 也會進來的比較少 那在什麼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植物如何去適應 這種乾燥的環境呢 就發展出了兩種不同的方式 分別是C4植物跟CAM的植物 這我相信各位大家都學過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C4植物跟C 這個 C4的Plant 跟這個CAM植物呢 它是如何進行適應 讓它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生存 好 這部分呢 我就不講 我就直接用 最後的這張圖 來跟大家講說 到底C4植物跟這個CAM植物呢 它們怎麼樣去避免在乾燥 而且水分容易喪失的環境之中呢 來進行 首先我們先講C4植物 那C4植物呢 基本上它做的做法呢 就是它利用空間上的區隔 我們知道呢 在植物裡面呢 有不同的這個細胞的形態 第一種形態呢 叫做Mesophyll cell 就是葉露細胞 然後另外一種細胞 叫做Bondylshid cell 那在C4植物當中呢 它們特別利用能量的消耗呢 將C2呢 轉換成一種這個酸的形式呢 叫做四個碳的這個酸 就是Occetate的這個情況 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它把它保存在這個 特別的酸當中呢 這個CO2呢 就可以呢 不受到這個氣孔關閉的影響 於是呢 它可以利用transport的方式呢 到另外一個細胞呢 再把它釋放出來 這個CO2釋放出來呢 就可以進行Calvin cycle 所以這個表示呢 它保留CO2的方式呢 是把它轉換成另外一種化合物 藉由化合物的儲存呢 可以去把CO2呢 暫時的儲存下來 這種方式呢 是利用不同的位置 就是這個細胞跟這個細胞呢 做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呢 當然不是這個 可以不用消耗任何的這個能源 它必須要透過ATP的這個使用呢 才能進行 所以是耗能的反應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保留CO2 在氣孔關閉的時候 那如果是CNN植物呢 它做法呢 就跟這個C4植物不一樣 它是利用時間上的差別 它是利用夜間的時間呢 把這個CO2呢 變成另外一種organic acid 變成一種有機酸 然後到了白天的時候呢 再被使用 所以它還是用同樣一個細胞呢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下課之前呢 就用這張圖來做一個結尾 就是說當我們是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呢 很多植物呢 就有一些不同的適應 比如說sugar can呢 就是蔗糖呢 它使用的就是C4植物的方式 就是利用不同的細胞呢 去上面這個Mesophyll細胞呢 把CO2保留下來 變成是organic acid 給另外一個bundal-shaped cell使用 所以它是屬於叫做空間上的separation 利用不同的細胞呢 來分別把功能分開來執行 一個是保留CO2 一個是執行CO2的固碳作用 但是在CNN植物裡面呢 比如說是pine apple 就是像這個鳳梨類的植物呢 它就是同一個細胞裡面呢 晚上的時候呢 利用organic acid 把CO2保留下來 白天的時候呢 再把CO2呢 雖然氣孔關閉 但是呢 還是有足夠的CO2可以使用 所以它就是利用所謂的temporal separation temporal就是在空間上 白天跟晚上呢 進行分離的過程 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這個沒辦法講完 我們下禮拜再把這部分講完 再進行到下面的兩章 OK 好 提醒大家還有兩週就要期中考了